Google不见得可以Google到比较简单的做法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可能会还是会先看官网 它那个Python的官网上面有Duck 不过基本上都英文的 那是会爬一下关键的地方 如果你假设为什么我知道 这个里面得到的这个List的意义 它也许本来叫Files 其实这个名称只是一个变数的名称 你取别都OK 那像我的习惯就是吧 我就是直接就不要先做 我的习惯就是先把它Print一下 就Print它看看 这里面它到底丢给我什么东西 那我再去做后续的就OK了 你不要说一次做到底 就是我先确定它给我什么 那我再针对它给我去处理 所以为什么我后面一样用那个创立的方式处理 因为我可以看到 它底下会丢给我什么 就是丢给我这些东西 有没有 丢给个装瓜糊 然后里面的话就放它的那个档名跟护档名 所以我知道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DIR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今天也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放进来 然后这个List拿掉 那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呢 执行你会发现里面是空的 为什么是空的 因为那个木路里面没有纸木路 外面也有 然后又有纸木路 或者是说呢 可能一到十二月份 然后每一个月份又一个木路的话 那你可能 你写的方法 可能就是要再针对DIR 再去串 串一月 然后把一月里面的所有东西再抓出来 然后再把它合并 不过这个相对会比较复杂 可不可以做得到 一定可以做得出来 逻辑原理都差不多 同样就是自己再想一下 我想工作上面案例还蛮多的 其他还有像路车是什么 其实路车我印象中好像就是把它的 它的那个路径 再把它写这一次 好像是就是你现在提供给它的这个路径 有没有 这个它等于是又吐回来给你 所以第一个这个其实好像没太大作用 但你也可以拿它来用 就是如果你要串接 你可以拿这个路车再去串接也OK 它等于是把你那个路径先丢到路车里面 OK 让你将来可以再跟党名 跟那个副党名串接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假设 因为这个OS.work很多同学会比较不太清楚 为什么怎么来的 其实我是直接把它print看一下 我就知道该怎么用它 所以其实蛮多在python里面 都可以先用这一招 先确定一下它到底丢给你什么 我发现大部分python会丢给你最多的 最难去用就是串列 所以我讲过如果你串列很熟的话 那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就跟那个练武林高手一样 有没有他为什么可以见招拆招 就是因为他已经懂得怎么去接人家的招了嘛 但如果人家丢一个东西给你 结果你怎么用都不会的话 那你会发现哇处处都是问题 有些东西你这个地方通其他地方应该也通 因为我发现大致上原理原则都差不多 只是说你要稍微懂得变通 好那再来的话我刚刚讲如果说你不要用OS.Walk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怎么样 如果我不用OS.Walk 我希望能够 所以我把这个OS.Walk先mark掉 把它恢复回来 OK那把它Shift加Tab 让它再回回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 累死了 那记得这个上方一样要怎么样 去把它读取 不过读取的话这个可能要放在这边好了 放在上面这边好了 因为要先检查一下它是否存在 再去开启它 但是问题是我们 刚刚是先手动 再去开启才会有 有这个DIR 可是现在呢目前我们根部里面呢 如果我把那个给删掉的话 那现在应该没有DIR.TST这个档 可是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让它自动去执行 有点像我开启那个DOS 然后把命令丢在那边 让它按一个Enter自动执行 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 如果要模拟DOS底下的话 你要想到OS里面它有一个方法 还蛮好用的 叫System Enter一下 这个的话呢 你只要把坎面加在这里 坎面的话呢 我们刚刚不是有加什么 加一个 就是把你的那个命令打在这里 DIR 然后什么 DIR斜线B 然后空一格 箭头输出到 目录底下的DIR.TST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会跳出什么呢 跳出那个相对的位置 所以我刚刚不是点一个Enter吗 它前面会有因为它自动带出 我们目前的路径 所以不用加目前的路径 但是呢在OS点System底下 这个可能就会有问题 因为它不一定是在那个目录里面 所以呢 比较麻烦的地方 你必须跟他讲说 DIR哪一个目录 所以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在DIR后面 你要跟他讲说 我要输出哪一个目录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目录名称 其实C冒号斜线一直到全省邮局 加在DIR后面 然后一样空一格 斜线B 输出到哪里 特别注意哦 一样哦 这个前面呢 因为如果你只有党名跟副党名 他不知道丢哪里 所以呢 你必须要在这个前面也跟他讲说 输出到全省邮局地址底下的DIR 这样就OK了 稍微麻烦一点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跟他讲 DIR的目录 跟输出的目录 DIR这个位置在哪里 多这两个东西啦 那因为这一串很长了 我前面讲过 如果里面有这个反斜线 而且你没有串接的话 你就加个小R就可以了 因为如果你没有再加那个拖曳资源 两个双 那个反斜线的话 那会出错 我们最简单的方法加个小R在前面 这样子就OK了 这样就等同你直接开启 DOS在上面输入 输入ENTER之后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个如果做完之后 会有什么变化呢 看一下 目前呢 没有DIR 那如果说我执行 假如说我现在 我这底下先不要RAW 我就执行到这里 OK 那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吗 它这个地方 会不会有DR出现 DR出现了 是不是我们要的 是我们要的 有没有 等于是说啦 如果你会用OS点System 你就不用开DOS了嘛 以后DOS能做的事情 全部在OS点System里面 通通可以做了 如果你以前会写P4档 应该 会写P4档的嘛 会得起举一下手 好多人会写 看起来年纪 不过真的啊 因为DOS大概也已经消失 对已经几年了 感觉好像是 是一个回忆了 82 82 对对对 从82 82 107 那107 现在差多少 23 25年了吗 25年了 小孩都长大了 都出生了 不过那时候真的 你没有 没有Windows的时候 真的就是 你只能敲指令 以前我们就写P4档 那P4档 真的还蛮 能做蛮多事情的 那些P4档 你如果现在还会用的话 你其实可以拿来这边用 很简单 OS点System 执行 它就ROM 所以以前的东西 都可以还可以让它复留 这可能要试一下 因为有些东西不完全OK 但是 基本上一般情况下 我看好像都OK 其他的话 当然我不保证 因为我没有每个都试 那还有呢 这个OK之后的话 剩下来就怎么样 可以 这个可以ROM之后 那底下就可以合并了 OK 那把它合并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 其实也不用OS点Work 也可以合并完成 没有问题 也可以看到这个结果 OK 然后可以把它打开来 甚至呢 如果说将来 你把它合并完成之后 你希望干脆就怎么样 直接把它开起来的话 甚至你可以打一个OS 点System 如果说你希望直接把OS 直接打开来 那很简单吧 你可以 我刚刚讲过 这个还蛮好用的 System 刮胡说的话 你可以呢 在里面执行什么 执行那个命令 用什么呢 用记事本 记事本叫Nordepay Nordepay 然后呢 帮我去开启空一格 开启这个O的档案 所以我把这个O的档案 放到Nordepay 空一格 有点像哪一个 哪一支程式 执行哪一个档案 有没有 那我想说 直接把它开起来 可不可以OK呢 我试一下 发现可以 那以后是不是很多外部 你要执行什么样 比如说哪一个Excel 的档案 用Excel 给你开起来 或Word PowerPoint 外部任何程式 都可以用这一招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我试一下 给大家看 然后记得最后前面 因为后面有很多 那个反斜线 所以我们前面加个小 如果你不加的话 会出错 OK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应该可以看得懂 Nordepay 然后呢 跟他讲说 用他去开这个 所以以后你自己 写的程式也可以 比如说你呼叫 你那一支程式 然后后面 传什么参数给他 那他就会照你的方式 或者甚至你是 Python来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丢给他 比如说你是用C-Shop 写一些东西 然后你可以丢给C-Shop 所以两边都可以沟通的 对不对 所以这像我常做 就是节长补短 因为有些程式 他优点在某方面 可能另外一方面 他不会优 那怎么办 没关系啊 他这边优 那我就用这边的 因为比如说像 那个微软的环境 还是用VideoStudio最强 因为微软 他的自己的东西 他完全support 但如果你用别家的 像Python 可能你要想方法 微软 他有时候会藏很多手 对不对 如果你要的话 你还要再想方法 但是你用VideoStudio 他就已经提供给你了 完全不用写 那你可以怎么样 你用微软的 你就用VideoStudio 其实我以前也这样做 为什么 因为神很多力气 但是你讲 你就不能跟人家讲说 你用很多种语言开发 对不对 反正你只能说 比如他客户要Python 你就跟他讲 我用Python开发的 但是背后 其实都是别的东西 你也不能跟他 他也不会知道 即便知道 那这个很OK 大概跟各位讲 最后把它弄一下 如果我把它合并之后 把它开启 执行一下 有没有 自动开起来 应该可以看懂 这个还蛮好玩的 蛮好用的 而且这个东西 应该在网络上 不一定找得到 这是我自己试出来的 很多东西就是要自己玩 玩了 发现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然后再来的话 你可以想想看 工作里面 是不是可以这样互相串 也绝对可以 像VBA跟Python 也可以这样串 比如说我可以用VBA 去呼叫Python 也可以用Python 去呼叫VBA 互相两边 可以互相呼叫来呼叫去 OK 所以刚刚的重点 第一个 我们如果说 不要在DOS底下 执行命令的话 那我们需要 直接在这个地方打命令 可是可能会有一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就是 因为我们刚刚是用相对路径 所以不用跟他讲哪一个路 哪一个目路 输出到哪一个目路 所以可能要加的就是这个 跟这个 那他就会自动帮我在内部 直接执行 自动会产生DIR 第二个如果说你要呼叫 NodePay去帮你执行 这个O的话 你就NodePay空一个 直接跟他讲路径 他就可以帮你开 但是请注意 可能容易犯错的 就是这个R 这个小R 常常会忘了加 来画面先 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边大概分享一下 就是有关那个 OWS.System的 蛮好用的用法 它主要 第一个 可以呼叫以前 DOS的所有相关的那些 操作指令 甚至包含就是你以前写过的P字档 也都可以直接让他复活 OK 那第二个是说呢 他可以做那个外部的呼叫 比如说你要呼叫某一支城市 去执行某一个档案 比如说NodePay空一个去 开启某一个档案 他就帮你把那个档案给开起来 类似的方法我想蛮多的 或甚至你自己写的程式 你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去让他 这个延伸性其实还蛮大的 至于中间会不会有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目前看起来还OK 如果说你们试着有什么样的心得的话 大家也可以再跟我分享一下 因为我不是每一个都全部试 不过我发现他其实很多东西是互相是通的 可以试一下